新闻的热点财经的视频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9月30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我是姚雪松 来关注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国庆节长假即将开始 昨天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等部门开展了 第三次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 这次共向市场投放 中央储备猪肉1万吨 9月19号以来 我国累计投放中央储备冻猪肉3万吨 在我们的菜篮子里面 鸡蛋也是一个重要的品种 从今年夏天开始 鸡蛋的价格一直在持续上涨 不过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近期的价格涨幅已经有所回落 那么现在市场上鸡蛋的行情如何 销量是不是受到了影响呢 我现在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菜市场 这里一共是有6个鸡蛋摊位 我手里这种我们吃的最多的 羊鸡蛋的价格 已经涨到了6块5到7块钱一斤 羊鸡蛋6块5毛钱一斤 这个炒鸡蛋8块5 要买的呀 小孩天天要吃的呀 对呀 因为鸡蛋还有点营养嘛 随后记者来到菜市场周边的一家超市 这里刚刚结束鸡蛋的促销活动 店长告诉记者 今年下半年每天基本上卖3筐鸡蛋 活动期间每天能卖到6 7筐 做活动的时候是我们是卖到5块8 今天价格一涨上去了卖到6块5 羊鸡蛋 草鸡蛋7块5 草鸡蛋的话这两天稍微有点下跌一点 前一段时间卖过8块多 我觉得还可以呀 能接受 在上海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郭应商告诉记者 8月份以来 每斤鸡蛋的对外批发价上涨了5毛钱以上 每年基本上是肯定要钓的 不过要看 看就是后续的蛋量多少 那么下一步鸡蛋生产的情况如何呢 记者到浙江省兰西市的一些 蛋鸡养殖场进行了走访 胡晓燕是浙江省兰西市 一家蛋鸡养殖场的负责人 她从事这行已经8年多了 目前一共养了3万余蛋鸡 每天的产蛋量为3000多斤 胡晓燕告诉记者 每斤鸡蛋卖到3.8元以上 她就能实现盈利 以前就3块多 就不知道上半年薄饭都薄了 今年到8月份的时候 涨到5块多 5块5六 一般来讲 鸡丝料理 玉米的占比在60%左右 豆粕占到23%左右 从4、5月份开始 豆粕和玉米的价格都有所上升 我3万只鸡呢 一样吃了 吃鸡丝料一天都7千多斤 那个上半年一块2毛斤 现在一块4毛斤斤 在当地的另一家养殖场 记者见到了负责人徐瑞欣 她一共养殖了7万余蛋鸡 徐瑞欣告诉记者 由于今年每斤鸡蛋的利润 比去年增加了1块钱 周边养殖户的积极性都很高 随着天气转量 产单量有所上升 加上有一批新鸡开产 未来鸡蛋的供应量会增加不少 最近9月初老鸡淘汰掉 现在产量的话一天再100件左右 到11分那个产量再增加个70件左右 今天早间在大商所上市的 鸡蛋期货价格大幅低开 其中鸡蛋主力合约最大的地幅 曾经一度达到3% 同时在交易的所有的鸡蛋期货合约 也都呈现出下行的走势 始于长假外出旅游是不少人的首选 那今年出游大家会发现 国内有不少的景区下调了门票价格 甚至部分景区还免费了 那么这些举策给消费者的体验 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虽然已进入旅游淡季的9月 但玉龙雪山引导员上中红 却并没有清闲下来 记者见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索到前的游客队伍中忙着疏导 这些房子拿来干嘛的 就是我们防止高原反应 我们身体有不赤 或者头晕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含在嘴巴里面一颗 上中红告诉记者 9月份以来 他几乎每天都要提前一小时到港加班 和7、8月份的旅游旺季时一样繁忙 加班呢 就近几个月大概算了 也将近50个小时了吧 多长多少钱 也有几百块钱了 据了解玉龙雪山门票价格 从130元降为100元 所到价格最大降幅 从180元下调至每人次120元 价格的下调带来的直接影响 就是游客的增多 今年上半年 玉龙雪山所到接待游客近210万人次 同比增长超过20% 游客数量的增多 也带动了景区内的其他消费 你需要一些价格下调了 然后我可以到其他地方去 比如说买一些特产 或者说我住好一点的一些 那个酒店都行 与玉龙雪山一起降价的还有周边景点 如丽江古城维护费 从80元降为50元 茶马古道部分骑马线路费用 从500多元下调至200多元 伴随着景区门票等价格下调 丽江古城里餐饮和客栈的收入都不错 赵成所开的几家客栈 部分工作日都会满房 他打算在国庆过后 对客栈进行翻新升级 将来我们这边这个区域 也是要重新规划 重新设计 在这个大树的下面 然后要做一个休闲区 平时可以客人在下面 就是喝喝茶呀 打打牌呀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 多家传统旅游景区的客流量 都有所提升 像张家界接待游客近260万人次 同比增长近4.5% 黄山旅游接待客流量近162万人次 同比增长近10%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 2019年11假期 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进客流的小高峰 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198万人次 同比增长2.7% 北京首都机场 上海浦东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 成都双流机场 等大型空港口岸 出入境客流增幅明显 预计日均分别达到最高超过10万人次 同比增长6.5% 毗与澳门陆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增幅较大 预计拱北口岸日均出入境人数将达到46.7万人次 同比增长7% 毗与香港陆地口岸出入境客流整体平稳 预计罗湖福田等口岸日均出入境人数将分别达到24.5万人次 12.2万人次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 密切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状况 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出行 通关过程中如意困难 可是向现场知情的民警寻求帮助 再来了解一下长假期间的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国庆假期日期间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象条件总体是比较好的 适宜外出活动 不过今年的第18号台风米娜正在逐渐向我国靠近 1号米娜将擦过或登陆浙江中北部沿海 假日前期会给我国东南沿海带来风雨影响 另外从明天开始 日本的消费税率就将从8%上调到10%了 这也是日本时隔5年半的时间再次上调消费税率 不过在增税之后 日本政府将会在财政分配上向育儿家庭倾斜 而单身人群的支出负担则将明显上升 居住在东京的基伦女士不但是一位职业女性 她还同时养育着四个孩子 其中只有大女儿以上小学 作为典型的双职工家庭 她把三个学龄前孩子都送进了保育园 在日本保育园可以接受学龄前各年龄段的儿童 基伦女士告诉记者 每个月用于子女的开支达到3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2万元 其中保育园费用占五分之一左右 10月1号开始 日本中央政府对三岁以上学龄前儿童 全面实行免费入园 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 基伦家中三个小孩将全部免交保育费 在少子老龄化日益加重财政负担的背景下 日本政府从今年10月1号起 把消费税率从8%上调到10% 同时在财政分配上向育儿家庭倾斜 以此改善少子化状况 除了推出免费入园措施外 还面向养育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 发放优惠商品券 另一方面 增税后日本单身者每月支出 据测算平均将增加3600日元 约合人民币240元 因此有部分观点认为 此次增税是变相的单身税 两年前日本财务省官员 提及单身税的话题 一度引发了日本单身网民的热议 尽管事后相关部门出面辟谣 但日本现行税制 对已婚和育儿家庭 有相应的减税措施 导致单身男性的税收负担率 要比已婚者高出近三个百分点 在面对少子化问题的同时 日本的老龄化也在不断加剧 这也促成了各种各样的 新型养老产品出现 近日一场亚洲最大规模的 养老相关产品展在东京举办 在这次养老相关商品展上 近五百五十家企业 展出超过了两万件产品 覆盖养老中的方方面面 其中既有帮助腿脚不变的老年人 解决出行问题的产品 比如行走辅助器 也有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 减轻护理人员负担的产品 比如可穿戴式的助力机器人等 可以看到在我身边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这辆车究竟跟养老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到这个车的后备箱打开 是这样的 有一套供水的装置 还有一个看起来像两个浴缸的东西 那么究竟这个怎么使用呢 其实这辆车是一辆移动的洗澡车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就是已经拼接起来的一台浴缸了 而且我们发现 它是直接可以放在这个床旁边 来进行使用的 在这个床和浴缸之间 有这样子一个连接的部分 可以直接把这个 卧病在床无法起身的老人移动到这里 移动洗澡车 可以为卧病在床的老年人 提供上门洗澡的服务 整个过程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 需要三个工作人员合作 一次的费用为1.3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860元 根据日本的护理保险制度 个人仅需负担其中的10% 除此之外 伴随着独居老人数量的增加 近几年来 专门面向老年人的方便食品 也备受关注 由于咀嚼和消化能力下降 老年人的饮食 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炖煮等处理 过程费时费力 而不断推陈出新的老年方便食品 既解决了料理工序上的繁琐 又在口感和营养上有所改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资讯 近年来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 在不断的深化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 如今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 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 而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 也达到了480亿美元 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出口的比重达到了30.1% 而下一步 商务部将会从五个方面 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好 跟我搭线